面对白天空潮期 现在有不少邻里社区 会透过成立关怀据点 代替子女来照顾在家的长辈 像是新北市板桥岗维里 每周五会找来老师 教长辈动手执灾疗愈人心 在照顾这个花草的当下 因为很专注 也可以减缓古老的寂寞感 利用执灾疗愈心灵 台上老师这一天 教大家利用废弃的宝特品 来种花花草草 今天我们就是 我们这边就是有固定的 长照据点在这边 我们这边是属于C级的据点 每天早上都有 我们有专人在这边 帮我们长辈做凉血压 做生命监测的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有安排一些老人的课程 对那就是让老人不要就是在家里 动动手部运动脑部运动 有跳舞运动 然后手作 然后还有经络按摩 这些课程 就是课程很丰富 很希望附近的里内的居民都可以长着 都可以走出来外面 每周一次的课程 今天来了位特别来宾 板桥区长陈其震 带来了市长侯友宜的生日祝福蛋糕 因为这一天刚好是里长生日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特别代表侯友宜市长 来致送我们这个张理长 这个生日蛋糕 那也祝我们张理长 这个生日快乐 然后礼物推动一切都非常的平安顺利 那其实我们张理长 其实非常的年轻 那才刚刚上任 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那也积极的推动我们里内的这个 包括里环境认证 那去年也得到这个四星级的这个荣耀 那此外我们也配合我们 侯友宜市长的这个政策 来推动这个社区2.0的关怀据点 让我们这些长辈 能够利用这个上下午的时间 都在这个市民活动中心 这边来开办相关的课程 岗位里活动中心 开办了市民集会活动超过30年时间 陪伴无数长辈们白天空闲时光 前理长沈中信说 里内推动银法俱乐部2.0计划 同时还要结合关怀据点成立 让长者在地安养 六日我们一般会派一些小朋友 像我们英语会本 还有我们小朋友阵营班那些 都由里长去规划 然后去帮我们社区的那个 银法老朋友 温馨又热闹的一上午 从首座职在课程到起聚庆生 这群退休后的爷爷奶奶们 不因为闲富在家而无所事事 反而更显充实 努力货注 糟糕 这 treble 侯旺